吉娃娃 小巧可爱却好像很神经质的感觉 总爱对着路人大小声的叫嚣 不过冷静下来的时候 却有着巨大的双眼再加上一对大耳朵 这让很多台湾人相当有印象的权重 在台湾也很普及 有时候我们出门散步或者是在公园走路的时候 都很有可能会看到吉娃娃的出现 不过大家对于这种狗到底是喜欢还是反感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透过这一集的影片 跟大家分析这个物种以及简单的介绍 那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 这是一个专门介绍动物的频道 如果大家对于可爱的动物有兴趣的话 别忘了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哦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吉娃娃吧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爱台湾的杰克 吉娃娃的造型非常的独树一格 一眼就能够分辨 原本这个物种是原产于墨西哥 而寿命的部分大约15到18岁 根据资料显示 吉娃娃是目前统计上全球最小 而且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物种 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吉娃娃的个性 发现到他们看到人的时候似乎都带着一点点的仇恨的感觉 又或者有些人说这种狗有一点神经质 那这样子的个性呢也导致了吉娃娃这个权种 它的喜好度比较两极一些 而吉娃娃的外表其实也有很多的形态 包含了不同的花色以及长短毛的吉娃娃 不过呢目前在市场上面还有宠物界还是比较常见到短毛的品种 也因为吉娃娃的毛发通常比较短比较少 一般是认为吉娃娃它们对于冷其实是比较没有办法承受的 比较喜欢热比较不喜欢冷 而一般专家会建议要多多带吉娃娃出门运动 同时间也可以训练吉娃娃的强健的后肢 它们的体重呢带着是坐落在1到5公斤左右 但大部分是1到3公斤啦 根据不同的品系或者是说有混到其他的品种犬 都有可能让它们的外表啊或者是形体上面有些微的差异哦 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吉娃娃是真的很喜欢叫 对于比较喜欢安静生活的人 这种宠物似乎不太适合你 对于喜欢安静的寺主来说 似乎没有办法承受这种犬种巨大的声像 而吉娃娃算是体型非常小的狗 所以说啊很多人也喜欢把它们抱在身上呵护着 也因为吉娃娃它的体型不大 比较好活动 所以说啊在饲养上面很多人都发现 它其实对于环境力的适应力比较高 不过同时啊要注意因为它们的体型比较娇小 让这种犬种呢比较容易受到伤害 要照顾这种犬种其实比照顾其他的犬种更需要仔细的照顾 尤其是在牙齿以及其他的神经类的遗传疾病 都是我们能够观察到比其他的犬种还要弱一些的地方 而吉娃娃还有可能发生癫痫等等的问题 或者是到年老的时候 有发生关节脱臼或者是其他支气管的疾病 甚至急性的休克 这都是有可能面对到的问题 健康的吉娃娃的眼神应该是很有力的 而体态还有精神状况的部分都会展现得非常好的样态 而人们也会透过观察吉娃娃的外在 以及它的眼睛的干净程度去判断这只狗是否健康 因为它们具有独特的体型 还有极好辨认的外形 也让许多经典的电影会选择使用这种狗当作其中的角色 而吉娃娃这个犬种也透过大荧幕的方式 凸显了它们的特色 以及站上了更高的舞台 经过了媒体的渲染以及世代的传承之下 不知不觉也变成了家喻户晓知名度超高的犬种啦 讲到吉娃娃的祖先 其实吉娃娃的祖先有资料是可以推断 有可能是跟九世纪的墨西哥周边地区的文明有关系的 特别的是 这种狗有可能在以前是被皇室所饲养的哦 不过根据相关的记录发现 其实以前的吉娃娃体型好像比较大一点 但是现在吉娃娃却变成了体型最小的权重 而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吉娃娃在过去还曾经被提供作为宗教上的一部分 吉娃娃在过去曾经被当作死者的殉葬宠物 虽然在现在看来不见得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也都让很多人难以想象 但是或许就是因为他们体型比较小的关系 又或者是他们忠心耿耿的个性 而让这个群众 不论是在过去或者是现在 在人类的社会上都显得非常的重要 被当作成陪葬的宠物 确实可能让荧幕前面很多的观众都难以想象 不过这确实是在历史上的一部分 有些人发现 其实吉娃娃虽然他们是用着强硬 而且极其神经质的外在 好像用着非常多危险的刺包装着自己 但是他们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忠心耿耿的 尤其是当吉娃娃她开始认定自己的主人之后 就会有非常强的占有欲 只要是自己的主人 她的注意力不在自己的身上 其实吉娃娃就很有可能失控抓狂 而且其实很多养过吉娃娃的人 都会说吉娃娃真的很有个性 而且每一只的个性也都不太一样 也不是说每一只都这么容易生气 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极少数温柔安静的个体 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少啦 不过每一只吉娃娃都一样的地方是 其实吉娃娃的耳朵非常非常厉害哦 有资料显示 吉娃娃其实是目前被公认为宠物狗界 听觉最灵敏的品种 而国家地理杂志也曾经针对吉娃娃的听力 听觉做过专业的影片介绍 所以也因为这一项原因 吉娃娃她也被推论 有可能就是因为吉娃娃她的听力太过于敏感了 所以任何小事情或者是任何细小的声音 在吉娃娃的耳中都会变成巨大的声响 让他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进而发生了激动的表现 呈现在主人的眼里 直到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之后 或许大家对于吉娃娃暴躁的个性 以及巨大的叫声 好像就比较能够体谅一些了 吉娃娃的身体其实也有一些隐藏的疾病 特别是基因缺陷造成身体 比较容易出现别种狗 比较不会发生的问题 最明显的就是 吉娃娃她的眼睛比较突出 而且突出的眼睛也让吉娃娃她又特别容易得到眼角膜的危险 或者是说其他的异物跑进去 这都会让吉娃娃她的眼睛冲血红重感觉都不舒服 除此之外 吉娃娃她的胸腔软骨 也有可能会在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异常 而让吉娃娃她的呼吸变得相当急促 或者是呼吸的时候发出声音 这种疾病也都有可能让吉娃娃在未来的日子里 呼吸不顺畅 严重一点还有可能会休克 所以说影片的最后也要告诉各位 其实照顾一只吉娃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必须花费极大的精神以及耐心去仔细的观察日常生活上的变化 还有仔细的做功课 才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个品种跟其他品种不一样的地方 不管是养任何的宠物也都是一样的概念 不见得养宠物的每一天都能够真的那么幸福快乐 宠物也是生命 也是有可能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存在着一些隐性基因的问题 而这些疾病都有可能在未来产生非常巨大的花费 因此在自己尚未评估自己的能力是否真的能够负担之前 绝对不能冲动饲养宠物造成另一个生命无辜的陨落 尊重每一个生命 让生活周遭的每一个生命也都能够活得精彩有价值 今天的台湾猫孩志 介绍了全世界最小的品种狗吉娃娃 不知道大家对于吉娃娃是什么印象呢 又或者荧幕前面的观众自己就饲养过吉娃娃的经验 看完这一集简单的介绍之后 有没有对于吉娃娃又更了解一些了呢 欢迎各位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想要看的动物介绍 我是爱台湾的杰克 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啰 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